CCA这个活动的讲座会做一个录音 可能以后还有个人会员他们愿意再观看 那么好 今天晚上很荣幸我们请来 Learnless的三位律师给我们做一个 有关股东纠纷救济和人身伤害索赔 这两个主题的讲座 那么首先我也作为这个CCA的法律顾问 我也感谢这个CCA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让Learnless的三位律师来做一个基本的讲解 那么这个呢 我向叶理事长提议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之前已经遇到了多起咱们CCA会员的询问 他们询问说有没有人身损害的律师可以介绍 有没有股东纠纷的这个处理股东纠纷的律师能够介绍 最好还要懂华语 懂国语 那么我其实我之前是跟Amy最早联系 后来呢 就跟Amy又跟范律师Emily 范律师和Lucy又联系上了 那么呢 我跟他们提出这么一个想法 他们呢 也很愿意 很乐意 所以呢 我也很感谢他们 那么 今天的这个讲座大概的议程是这样 就是先 首先呢 由咱们CCA的陈兵会长 先做一个开场白介绍 然后呢 会由范律师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发言介绍 还有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由Lucy 孙律师 还有Amy 张律师 他们分别就两个主题 做一个大约半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讲座 一个讲解 那么他们讲完以后呢 会有一个10到15分钟的Q&A 就是答问的时间 那么这个答问呢 会就大家的一些主要的一个问题 关心的问题 会做一个解答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Chat Box里面 把问题都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我会做一个收集和整理 收集整理完以后呢 我会分别提交给孙律师和张律师 由他们来做一个解答 好吧 我的简短的开场介绍就到这里 那么现在呢 请CCA联合会的陈会长 做一个开场的讲话 谢谢主持人李律师 今天呢 非常高兴 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 跟大家见面 我相信可能是大家还在吃饭 陆雪还会有更多人加入 而且我们也会 把CCA所有非讲座里边 不涉及个人隐私的讲座 一如既往的到时候 录下来放到我们的 这个YouTube频道 去给大家分享 可能有些听有些习惯 这种方式 所以说今天没有及时出现 但是我想实际上受益的观众 会比现在出现的多很多 而且我想大家要做一个追求的障碍 CCA成立三年多了 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包括很多现场讲座 从去年到今年可能做了60多 现场讲座 基本上每次都很火爆 有时候就超过500人 一般的话就起码会超过150人 今天这个讲座 so far买的还不多 但是我相信可以慢慢来再做 今天这个讲座很重要 而且我们很有幸请了三位 年轻有为的 在西言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 我真的非常期待 也感谢我们的联合会的法律顾问 李海青律师 积极帮我们联系 我们联合会的所有的活动 基本上都这种形式 通过我们联合会的平台 然后邀请各方面的专家 我们邀请到的有文学 艺术 历史 法律 医学 防疫抗疫 旅游 专业知识 等等等等 各方面的专家和大拿大咖 帮我们分享 所有的这个平台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衷心地感谢大家 今天也特别感谢 为这次讲座 做出贡献的义工们 和三位嘉宾律师 我也非常期待这个讲座 就希望的话 从这个讲座里边 我相信一定会受益 谢谢大家 我们都说了 时间就好 再次谢谢三位 法律专家 谢谢 好 谢谢陈会长 那么现在我们请 Learnless的范律师 做一个简短的一个 介绍性的讲话 谢谢李律师 我们开始以前 我要跟你分享 一件事 所以我在这里生长的 所以我的国语呢 大概有一个英文的发音 所以如果我讲的话 你不明白了 请你问我两个老板 孙律师 还有张律师 我的名字是范逸词 每个人都叫我Emily Emily是我的英文名 我是一个合作人 和一个副组长 在Learners法律所 在我们的 合作人 合作人就是老板 在事务所的老板之一 谢谢 在Learners法律所的 商业诉讼组 我们叫 Commercial Litigation Group 这个是我们的英文名 我跟我的两个同事 孙律师 还有张律师 我们今天晚上很开心 跟你们在一起 我知道是礼拜五 所以现在有点晚了 我们希望我们没有再打扰 你们吃晚饭 第一 真的很感谢 李律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演讲 然后帮我们安排 今天晚上 知道你是个律师 也是很忙的 所以真的谢谢你 第二 我们想感激 这个一定要说对了 就是加拿大 中国高校 校友会 联合会 欢迎我们来介绍 我们的法律所 不同的服务 我们希望你 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对你们来说 有帮助 张律师 孙律师和我 我们都是在 Learners法律所的 多伦多的办公室 我们安大略省 好几个办公室 然后我们有 不同的服务 我们其实是 其中之一 安大略省的 我们在这里 最久的 我们差不多 90年以前 开始Learners的 我们多伦多的办公室 的重点是 就是打官司的 从商业的 到个人受伤的 你今天晚上 应该有收到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头 有比较详细 我们提醒孙律师 张律师 我们的学历 还有法律的经验 孙律师是在我们的 commercial Litigation Group 我们两个 常常一起做工的 然后他的演讲 今天晚上 是股东 纠纷纠纷的话题 然后张律师 他是在我们的 个人受伤主 然后他今天晚上讲的东西 就是会跟那个有关的 所以我完全明白 如果我的 CBC的 我的CBC的国语 你不是完全听得懂 所以现在我会给你个很短的 英文的翻页 I'm Emily Fan I'm a partner and the deputy practice group leader of Learners LLP's Commercial Litigation Group I along with my colleagues Lucy Sun and Amy Zhang who if you haven't worked with I have to tell you they're total superstars even though they're young and we're thrilled to be here this evening So you know we're hoping that we're not interrupting too much of your Friday night We firstly wanted to thank Mr. Hutchinson Lee for inviting us to speak at this event and helping us to coordinate all the details of this not only can I not speak Mandarin apparently I can't speak English either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Mr. Lee is also a lawyer we know his time is precious and he's quite busy Secondly of course a very warm thank you to the Confederation of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CCAA for welcoming us this evening and each of you for sharing your time with us we really hope that the sessions we are holding today you'll find useful and as Mr. Lee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a Q&A period at the end I'm happy to chat about any questions each of Lucy Amy and I we're all based in Learners Toronto office we have offices all across Ontario we practice a wide range of law and what I usually tel people is we practice every area of law except tax and criminal so if you're in trouble in those areas we can refer you to someone but but those are the only areas we don't practice in and we have experience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businesses we also happen to be one of Ontario's longest standing law firms we were started almost 90 years ago and while we have a variety of service offerings in our Toronto office we mainly we only do litigation and everything from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to personal injury health family insurance so quite the variety here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biography about each of us tonight and those contain a little bit more detail about our education background as well as our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so we encourage you when you're bored to have a look at those so without further adue Lucy is going to speak about shareholder disputes tonight she's in the commercial litigation group with me i work with her quite a bit and uh amie zeng who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ing in the same firm with she's in her personal injury group and will be speaking to the legal framework on that um okay so uh women hoxiang sangliang lucy niao xian niaoxian jian jian s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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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忘了 这个 哦没有 这个范律师 做了一个 大概的介绍 我呢 特别的 简短的 再介绍一下 啊 Lucy 就是孙律师 和张律师 他们两位呢 都毕业于 queens的法学院 啊 那么 啊 A里呢 张律师呢 还曾经在 复旦 法学院 交流了 一个学期 所以也是 咱们复旦的 校友 啊 那么 啊 张律师呢 他主要就是 从事人身伤害 这一块的 诉讼 啊 索赔诉讼 那么 孙律师呢 主要是 从事商事 啊 商事诉讼和 啊 商事 商诉啊 就是 Appeal 商事 就是跟商业 有关的 纠纷的 诉讼和 上诉 上诉的业务 好吧 那么 啊 还有就范律师 大名鼎鼎 范律师呢 那 啊 他是多大法学院 毕业的 那么他同时有 安省和 纽约州的 啊 律师执照啊 啊 那么 啊 说中文也说的挺好 所以 他是这个商业 呃 商业 呃 诉讼 商事诉讼组的 啊 副组长 好 那么就 那么接下来范律师呢 我们就请 孙律师先做一个 啊 不超过半小时的 啊 讲解 那好 谢谢李律师 谢谢 大家 啊 像Emily说的 我们很开心 我们今天晚上来 啊 认识大家 做个简单的 啊 讲座 那好 我准备了一个 PowerPoint 啊 稍微给我两分钟 我把它 把它打开 OK 好 OK 希望大家能看见 看到 可以 好 可以 那好 啊 那大家好 我叫Lucy 啊 就是 我也是像Emily说的 Learners的一个律师 然后Learners是 多伦多市 啊 就一家的总和历史事务所 这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楼 那个一个照片 好 然后我这个PowerPoint里头 会有我们的联系信息和地址 所以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可以随时啊 啊 跟我们联系 那好 我今天就是很高兴能与大家聊一聊加拿大公司和商业诉讼中的一个常见问题 如果您是一家加拿大公司的投资者或董事您或许已经熟悉到或者遇到过此类问题 这整次我 对不起 这整次我今天想谈一谈的就是股东啊之间的协议也称为股东协议 英文啊我也加入在这里就是Shareholder Agreements 然后以及当一方或多方不履行股东协议时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好 那我首先先简单谈一谈什么是股东协议 股东协议就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合同 各方可据此执行股东彼此之间 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股东协议一般没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协议中的条款由各方写商确定 但是股东协议的内容通常包括股东的名称 每一名股东拥有的股份数量和类型 公司的决策机制 以及股东在哪些情况下 可以将其权利转让给非股东 如果股东希望限制公司董事会的权利 并将这次权利转移至股东会 股东需要签订一份全体股东协议 英文叫Unanimous Shareholder Agreement 简称USA 这个USA或者全体股东协议就算一种这样子股东协议 我现在就简单提一下 但是今晚我也不会讲太多 还有一个方面我想谈一谈 就是因为许多协议或者许多法律纠纷 实际上是由股东协议的解释引发的 这是因为协议各方可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对协议中的不同条款做出不同的解释 关于如何解释合同 已经有很多成型的法律原则 一般而言 法院会按照合同中的文字通常的含义 对其加以解释 同时考虑合同整体 以及各方在定立合同时所窒息的相关背景 法院将尽力确定协议各方在定立协议时的意图和理解 合同的解释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简单也就解释一下 那好 下一部分我会讲 当协议的一方或多方不遵守协议条款时 就会发生我们叫协议的违约 在这里违约英文也叫breach 所以下面我会讲什么是违约 或者what is a breach 协议违约 侵犯了各方之间 给予合同条款产生的权利 股东协议中规定的权利以外 股东还有可能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大比方在我们的Ontario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 或者简称OBCA规定的相关权利 而侵犯股东协议中 股东协议中未规定的权利 不被视为违约 股东也无法通过合同 强制执行其权利 但是股东仍然可能享有法律 直接提供的其他权利 但是我今天就是想讲 跟大家讲的就是 如果发生了股东协议违约的情况下 股东会有哪些选择 那好 如果就是股东协议的一方违约了协议 或者违反了协议 其他各方 我们就现在称为守约方 享有若干权利 义务和补偿 第一呢 我们应该看一看就是股东协议的文件 很多时候股东协议会规定一条具体的争议 解决规则 这可能包括具体的行动 例如 迫使某些股东出售或购买股份 或者 股东协议也可能规定具体的争议解决机制 例如要求所有股东出席 调解或仲裁 调解我们英文就叫 mediation 然后仲裁就是arbitration 这可能就是在股东协议中的两个规定的这样子 规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股东协议没有适用于违约情形的特定条款 首约方股东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提起诉讼时 首约方可以向法院要求不同类型的裁决或补偿方式 这包括金钱损失赔偿 具体履约或禁领 这三个我就在这个powerpoint上面也写了 然后把英文的单词也写了 我就是尽量把这个英文的翻译到中文 所以第一个这个金钱损失赔偿 我们英文就叫monetary damages 第二个 这个具体履约 我们叫specific performance 然后第三个禁令我们叫injunction 然后下面我就将简单介绍这三种补偿 好那就第一 金钱损失赔偿 就是给首约方的金钱赔偿 旨在补偿 因违约方违反协议而给首约方造成的损失 虽然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简单 但首约方所遭受的损失 有时是有时是难以量化 特别是那些无形损失 例如机会损失 生育损失 或潜在收入损失 具体预约 或者因为我们叫specific performance 就是请求法院判令违约方 按照协议的规定 履于具体的行为 虽然这通常是最理想的补偿措施 但法庭可能不愿意判于这种补偿措施 这是因为首约方必须首先说服法庭 金钱损失赔偿 对于首约方而言是不足够的 然后最后 禁令补偿 就是英文叫injunction 就是请求法院判决违约方 必须做某事或不得做某事 从这方面来说 它类似于对具体履约 但法院要求违约方 做或不做的事情 不一定在合同中规定 这就是两个概念的大概区别 还有法院也将考虑其他的原则 申请金令补偿 设计复杂的程序 所以我今天也就简单讲讲 如果您以后等一下有问题 我可以再回答 好 有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说一下 就是在考虑提诉讼方 对不起 在考虑对 如果对违约方提提诉讼时 必须牢记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我们叫诉讼时效 英文我们叫limitations periods 诉讼时效 是首约方可以对违约方提起诉讼的期限 在安大律审 违约的 违约的那个诉讼时效 通常是两年 也就说从违约发生之日 或首约方知道违约发生之日期 首约方有两年的时间 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 在安大律审我们这个就是重要的就是叫这个limitations act 就是规定哪种诉讼会有就是什么样不样的诉讼时效 那以及上市就是对发生 收股东协议违约时 各方所享有的法律权利的简单介绍 还有许多内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例如现在越来越流行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因为我们就叫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或者ADR 还有就是今天晚上没时间就是谈的就是合同解释 以及涉及股东协议 对不起股东协议的违约之外的其他诉讼 像打比方如虚假陈述或欺诈等 但是希望今晚的介绍能让您对股东协议的法律概念有些了解 那就如果您就是希望更多了解今晚的讲座内容 我也就是把我们的联系信息和地址都放在这个powerpoint上 所以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 或者讲座完了也可以很高兴来回答问题 那就谢谢大家的聆听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认识大家 好 谢谢孙律师 做对股东协议 及股东纠纷之间的纠纷违约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简短的一个讲解 那么现在我们请张律师 就人生损害这个话题做一个讲解 谢谢 好 谢谢李律师 我稍后等Lucy把那个powerpoint 好 好 好 打开了 谢谢李律师 谢谢CCA跟观众们 我名字叫Amy Zhang 我是Learners一个律师 我是专门做能生伤害的案子 我也是像Emily一样的就是很小就来了 我16岁就来了 差不多是徒生徒长了 在加拿大 我中文还是还可以说的 可是当然我英文要比我中文好多了 我今天在那个powerpoint上面 有些比较复杂的单词 我是给你们翻了 有时候我用 我说不定是用英文 可是那个中文的那个单词 你应该看得懂 我今天讨论的就是关于车祸的法律 可是当然能生伤害的案子是很广泛的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案子 如果你在能行道摔跤了 也算能生伤害 如果你在店里面摔跤了 如果你到店里面去买什么东西 然后呢 被那个你买的东西烫了 比如说这个也是算能生伤害 可是今天我就讨论那个车祸 因为大多数 大多数关于能生伤害的起诉 都是关于车祸 那车祸呢 有两个赔偿的方法 第一个英文叫 Accident Benefits Claim 第二个叫Tort Claim 或者叫Lawsuit 第一个呢 中文就叫 四股福利索赔 第二个就是 诉讼或者起诉 我今天呢 就简单的跟你们讨论 这两个赔偿的方法 我先来 跟你们来讲 那个Accident Benefits Claim 就是那个 事故福利的索赔 你有车祸以后 你当然需要到医生去 然后呢 医生很多时候会叫你去做治疗 这些治疗呢 有很多不同的治疗 有物理治疗 有按摩 有心理治疗 有职业治疗 有不同的 一般来说 这些治疗费用 不是在OHIP当中 这个范围内 这个一般来说 都是你要自己出钱 来付这笔钱的 有时候 如果你在工作 有时候你的那个工作的保险 保单会 可以付这些费用的 可是一般来说 如果你从车祸 撞得比较严重 一般来说 是钱是不够的 那这个事故福利呢 就可以帮你 来提供这个保险 你也说不定就 车祸以后 撞得比较厉害 也不能工作了 不能再继续打工 那那个受雇福利呢 事故福利 有那个 有income replacement benefits 英文叫income replacement benefits 这是 那个 替代 那个 你的 本身拿那个收入 安审法律是 一般来说 是400块最多 可以拿到一个星期 可是有些保险的 保单可以提高 这个数字 有时候会 一千块也可能 如果你车祸的时候 你本身不是在工作 你说不定是在学生 那说不定车祸以后 你需要退学 不能再上课了 那你说不定 有些教育费用 是不能取回来 你这个也可以 在这个 accident benefits当中 所赔的 在这个 事故福利下 也有一个福利 叫non-earner's benefits 这个benefit呢 比较难来翻 这也可以叫 无收入福利 可是不是很准确的 翻出来 英文叫non-earner's benefits 这是一般来说 185块一个星期 前几个星期 是没有的 这个是专门给 就是 如果你车祸的时候 没有在工作 你是学生 或者你是事业者 或者你是在家里的父母 你说不定 可以取这笔钱 这个索赔 这个accident索赔呢 是不管你在这个车祸当中 是谁错 有很多人以为 如果是他们错 他们这笔钱就赔不了 这不对的 如果你是过错方 是你 这个车祸是你导成的 导成的 你这个四顾福利 还是可以拿得到的 如果 不是你的错 有很多人以为 是 是那个过错方 赔 他们的这些福利 这个也是错的 一般来说 这是你自己 保险公司的保单 来赔你 这笔钱的 在安省 关于四顾福利 是一个 有很 有很严格的 那个 有限规则 保险公司就 就看这个规则 来决定 应该是哪个保险公司 来付你这笔钱 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开车的 一般来说 是你自己的 保险公司 来 来负责 索赔你这些 这些钱 有时候 是如果 是spouse 是你老公 或者你太太 有时候 是在 就是 你撑车的 那个 保险保单 有时候是 对方 撞你的 保险保单 有时候 也是政府 会来 赔你这笔钱的 如果你 你不开车 如果 你是 骑自行车 或者你是 行人 然后有车子撞你 你还是有 这个福利的 不是说 不是说 没有 在 事故福利 当中 当然有 医疗福利 这有三大类 如果你的 受伤的程度 算最 最轻的 就轻松 那有 三千五百的 加币可以来用 为了治疗 如果你的 受伤的程度 大一点 你说不定到第二 第二类 这个最多是六万五 可以用 如果你受伤的程度 是很严重 你说不定是到第三类 就是重大伤害 这个有一百万 这个最多是一百万 有些人以为 就是如果你是第二 或者第三类 你就可以拿到六万五 和一百万 这不是这样的 就是最多 可以拿到这种 这些数字 这个也是要看 保险公司 可以批多少的 我们的公司呢 就 从不同的 医疗诊所 来取你的证据 我们说不定 去拿你的救护车的 报告和你的 家庭医生的报告 和医院的报告 和治疗室的报告 跟医房的报告 我们会把这些 多收起来 然后呢 会发给那个保险公司 给他们这些证据来看的 这个过程呢 我是简单的 说了 可是 做起来是很复杂的 一个律师可以来 帮你来安排证所 可以来 代表你 跟那个保险公司 来联系 那你就不用 跟保险公司 来联系了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 纠纺 我们可以来帮你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就给你 几个例子 关于有什么纠纷 就是关于你跟保险公司 会有什么纠纷 有时候就是那个保险公司不批 就是整所提供的治疗方案 就是你就不能再去治疗了 有时候你如果不能工作 可是那个保险公司不肯 替那个收入替代的那个福利 这个有很多时候是有矛盾的 有时候那个保险公司觉得 你3500块钱就用的足够了 为了你的那个受伤的程度 可是你还是就是比较疼 而且还是需要治疗 然后呢他们不肯把你放到 第2和第3的那个第3类 就是不肯再给你加那个加钱 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我们会来代表你 然后呢跟那个保险公司来谈这些纠纷 我们会来到 我们会为你上庭 然后我们会分析那个医疗治疗 如果需要专家我们会来 叫专家来复习你的治疗 我们就 我们帮助你获得 excuse me to protect your rights 我们帮助你获得合力的福利 第二部分 我那个accident benefits讲完了 我就解释就是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就是起诉这一部分 起诉这部分呢 跟accident benefits是不一样的 这个比较广泛 如果你在那个 在accident benefits就是事故福利下面 如果你不是算就是第三类 如果你是第一或者第二就是三千五百或者六万五的这两类 那一般来说你五年当中可以用医疗的福利 可是五年后就没有了 那其他这笔钱呢 如果你五年后还是需要 那必须要 要 要起诉再可以拿到这笔钱 可是起诉呢 是要看是谁错的 不像accident benefits是 不管是谁错 在在那个law suit 就是起诉这一部分是要看谁错 如果你是百分之一百错 那你就你没有 你没有这个 你不能输送 你就没有起诉这个机会 可是如果你没有错 或者你有点错 可是对方也有点错 那说不定你可以起诉 这个也就是看你 就是一辈子能生需要的 那个医疗了 和那个收入赔偿 也是要看 也是来来看索赔那个 Sound Home 跟将来的收入省失 和将来的医疗费 和看你和那个家务的费用 和和家务的能力 这个多在那个在这个law suit 就是那个诉讼当中可以来赔的 在这个过程 在起诉的过程当中 最后就是个法官 或者是个陪审团来决定 你应该收到多少钱 这是很难来判断的 这个过程也不是很快的过程 从你车祸那天 到上庭的这一天 一般来说 要多要几年的时间 再可以完成 有些案子可以说不定一年 或者一年下可以完成 可是很多时候需要几年 再可以完成 这个过程也是很复杂 而且你起诉只能起诉一次 你和解也是只能和解一次 大多数这种案子都是听外和解的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五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客户 他们身体状况 说不定前一两年还可以 可以回到公司 可以一直做下去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我们也需要小心的观察 他们的身体状况 所以有时候需要等几年的 关于责任 我们一般来说是看警察报告的 可是如果警察报告是没有 或者警察报告不对 我们有时候会看其他证据 来看是谁错 如果你有一个车祸 然后对方的驾驶员撞了 然后逃了 有很多人以为你就不能起诉了 你还是可以起诉 可是这笔钱呢 是从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来贴的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在Tort Claim当中 如果可以跟保险公司来解决 那就最好了 有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们的代表员 来听外和解 可是如果不能跟他们和解 那我们就要继续下去 做这个起诉这个部分 如果继续下去呢 那就保险公司一般来说 会请一个他们一个律师 来负责这个案子 这个律师呢 就代表那个保险公司 还是代表那个对方就被起诉的驾驶员 有很多 有些时候会有人打给我问 他们应该是要找律师吗 因为他们是被起诉的 但是他们错 你不需要自己去找律师的 你那个保险公司是会给你找律师 你不用付这个律师费的 然后呢 就是我跟对方的律师会来交换文件 这些交换文件呢 就是当来关于你的那个 你的身体状况 和一般来说 就是如果你损失了 如果你不能工作 然后损失了钱 那这些证据我们也会 给那个保险公司的 我们总是希望 可以为我们的客户 早一点和解 有时候交换文件以后 有时候保险公司的律师 也就肯和解 可是如果有时候 他们觉得证据不够 他们需要做英文 叫examination for discovery 这个就是口头上的证据 然后他们就是对方的律师 需要听我们的客户 怎么样来 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对方的律师 要问我们的客户 就是很多问题 他们在那个 我们给他们的文件上面 找不到这个证据 比如说有时候 他们想知道 就是你在家里 现在还可以做什么 现在不能做什么 如果以前可以洗碗 现在不能洗碗 以前可以照顾孩子 现在不能照顾孩子 或者或者有很多爱好 你现在不能做了 因为你受伤了 他们这些事情 一般来说 在我们给他的文件当中 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们需要来 见我们的客户 来问这些问题 就是还没有上法庭前 有两个机会 来庭外和解 用第三方来帮忙 来庭外和解 第一个就是叫mediation 第二个叫pre-trial conference mediation就是 有一个调解人 来帮两方 来看可以调解这个案子 如果可以调解 那就最好了 那一保险公司 可以付一笔钱 给那个受伤的 给那个受伤了 那就不用再去上法庭了 如果这个不成功 一般来说 可以到pre-trial conference去 在pre-trial conference 一般来说 是个法官来看这个案子的 可是这个法官不是来判决 这个法官呢 就像调解人一样的 来看可以来就是和解 这个案子 就不需要再去上法庭了 很多时候 在mediation 在跟pre-trial 这些案子都是可以和解的 这个accident benefits跟那个tort 就这两个 这两个索赔的方法 都是我们一块一块做的 都是一块进行的 这两个都是比较复杂的两个过程 都是 they affect each other 我们可以来帮你 做这两个索赔的过程 we can assist you in that OK 我就讲到这儿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来问一下 好 谢谢张律师的这个简讲座 那么 现在呢 我看了一下 chat box里面 有一些问题 这问题呢 我也 我也整理了一下 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呢 有一个 关于股东协议的问题 我呢 请问一下这个 范律师和孙律师 就是 Harry Liu提了这么几个问题 就关于股东协议 他的问题是 公司有mini book 那么mini book呢 应当记载了 公司的一些基本的事项 和公司 包含公司的治理性文件 那么governance document 那么 如果 股东 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 去约定一些 事项 就股东之间的事项 那么 这个shareholder agreement 还有需要吗 或者还有必要吗 就是说 这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这个 mini book 和这个股东协议 之间的关系 shareholder agreement 之间的关系 那么 还有这个股东协议的 必要性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 如果 如果 shareholder agreement 是不是需要 需要 file 给政府的 corporate registry 好 请 律师解答 嗯 好 谢谢 过来 我就说一下 对 谢谢刘先生问题 这三个问题 我就让 那个 范律师来 来回答 把他在这 上面上 有 丰富的经验 所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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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你的这个 第一个 这个问题 呢 嗯 啊 OK so minute books 我会用你英文 OK so minute books 还有 shareholder agreement 他们有两个 不同的 purpose um shareholder 最 我们今天是在讲 shareholder uh disputes 所以 我会 focus on that 不过 shareholder agreement 最重要的 就是 如果 假设 如果你 一个 shareholder 跟当外 一个shareholder 你们 suddenly 你们啊 有问题 你们不get along 然后你们 吵 你这个shareholder s agreement 你这个文件 里头呢 会通常说 OK 如果你们有一个 这个disagreement 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啊 有的时候 你们有不同的 rights so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唯一的一个shareholder maybe it's a different story maybe你这个shareholder agreement 不是这么重要 不过 我猜 你通常呢 就是 你不是唯一的shareholder 所以如果你有不同的shareholder 啊 里头 里头会有说 你们啊 你们吵的时候呢 啊 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 最重要的啊 purpose 因为我们有看到很多案子了 当然每个案子都是 有点不同 我们有看到很多案子了 就是啊 啊 每个人最先 他们开始这个商议的时候呢 当然没问题 所以 每个人都觉得啊 我们不需要这个shareholder agreement 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商量 然后可以 fine 一个solution 不过啊 我们 you know lucie 和我 我们是大官司的 所以我们啊 有看到啊 案子 就是说 啊 两个shareholder 他们他们开始吵 不过他们没有 agreement 啊 所以他们不知道 ok 我一个shareholder 如果跟另外一个shareholder 吵 我这个situation 我可以做什么 我说 我的我的opinion 这个是最重要 然后我觉得 even if你有这些minute books even如果你很喜欢你的other shareholder 然后你们啊 相处的很好 你还是要这个啊 agreement 因为问题发生以后呢 这个shareholder agreement很重要 你第二个这个啊 你第二个这个问题 啊 你问 如果这个minute book 如果share minute book 还有shareholder agreement 两个说不同的东西 um so 第一就是 法庭通常会看 他们真正是说不同的东西 还是有一个方法 把两个读在一起 so tha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所以他们两个 不是说不同的东西 啊 这个是第一 嗯 第二 你要看这个啊 shareholder agreement 里头说什么 跟你的minute book 里头说什么 有一些shareholder agreement 会说 里头说 啊 我会用一点 因为啊 刘先生 如果你不听不懂 啊 啊 我请啊 律师或 啊 孙律师 给我翻译一下 嗯 啊 你要看里头 你的shareholder agreement 有没有说 假释 um you know this shareholder's agreement takes precedent over any other agreement or documents if there's a conflict 这个意思就是说 呃 呃 就是shareholder agreement 跟其他的公司的文件 呃 你有没有一个 呃 规定 就是说通常 这是在shareholder agreement 里面做一个规定 说呃 哪个为先 哪个prevail啊 呃 哪以哪个为准 如果出现了conflict 他说这个呢 是需要由 呃 shareholder agreement 或者说你公司的 buylaw 或者其他的文件 要做一个约定的 yeah exactly 然后如果你这个shareholder agreement 没有这样子说 嗯 有可能一个法庭会看 你这个shareholder agreement 你这个purpose是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然后会看你的别的这些 document 他们里头想干什么 然后啊 他会用啊 这个决定说 哪一个文件呢 应该啊 takes precedent 这个就是要由法院来决定了 就是说 法院根据公司的文件 包括shareholder agreement 如果有的话啊 来来判定 哪个文件优先 对 通常你的 minutebook and shareholder agreement 通常是 你们是 这两个文件呢 是做不同的东西的 啊 刘先生 你第三个问题就是 啊 do shareholder agreement 啊 need to be disclosed to the government 所以要不要给政府的 啊 大概啊 啊 李律师 你大概 因为你的 啊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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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tise 大概这个是 你的area 不过 from 啊 我们打官司的这些律师 我们的看法 通常这些shareholder agreement 不用给 啊 不用register给政府的 是的 嗯 嗯 嗯 是的 这个刚刚才范律师说了 孙啊 孙律其实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shareholder agreement 它的功用 它的目的 purpose 它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约定股东之间的一些特别的事项 可就是说如果股东之间一个股东就不用说了 就是如果有两个股东他可能就有一些不同的股东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concern比方说控制权 control是吧 是让boord的来control还是说有股东来control谁来控制这个公司 那么通过shareholder agreement通常来限制boord的权力啊把一些事项呢交到股东协会股东大会来进行议决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保护一些小股东的利益 那么大股东他就不能通过董事会 董事任免或者董事会的这种逸决方式veto来来来对小股东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一些欺压 这个呢是股东协议比较就对保护小股东是我理解是更有帮助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别事项比方说exit股东之间是不是要对退出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转让给谁转让价格如果是一个比较close的一个company的话呢 他可能说我不希望转让给随便任何第三人我希望我由我来买进 当然有一个合理的价格的问题等等对吧 对这个我完全同意 所以就是像李律师你说的如果一个shareholder他想卖他的share 他不能就是这样子卖他的share 他可能要先问那位的shareholder他是不是先要 然后有些shareholder agreement里头呢也有说 OK哪一种decision呢是你们要put to a vote 不是只是说OK一个director可以做这个决定 一个director可以做这个决定 大一点的这些决定呢是要一个百分之百的director要做这个决定 嗯对是的然后就是像因为我就要说对李律师你说的我觉得很对 就是因为啊这种股东协议一般没有就是像规定啊固定的格式 所以就是随便股东他们自己可以来决定什么样的条款 什么样的purpose这样来做一个这个协议 但是好像从我们的啊角度来就是当然就是就是啊打官司的诉讼的这样律师啊 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股东协议或者把协议就是写得清楚 所以就是如果以后有什么像这样子纠纷或者什么违反或出什么问题 就是每人都会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我说的 好谢谢那么啊接下来的问题呢是关于人身啊损害这方面的啊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啊李章啊他提的问题 他说他在Home Depot买东西的时候呢被那个Home Depot的铁架子啊倒啊 Home Depot的铁架子倒下来砸到了啊他的头和胳膊上 那么啊能找律师解决吗 他的意思找哪方面律师当然人身啊Personal injury这方面的 那如果是找啊律师的话 律师能帮他提供什么帮助吗 啊这个问题啊请张律师啊 啊可以我可以用国语来说一下 可是说不定有点有些单词 我需要你来帮我忙一下啊这个肯定是啊能生啊伤害的律师可以来做的 我们你这种案子我们需要看就是啊Home Depot做错了什么 不是说就是倒下来他们就做错了什么 这个因为就是啊breach the standard of care 啊合理的注意或者标准的注意 对对他们也不是需要就是完全总是做的对 可是就是reasonable standard有个reasonable standard 如果他们没有reasonable那说不定可以来陪 这个我们一般来说啊我们啊如果要做我们就啊 呃跟Home Depot的保险公司要谈 然后呢看他们有什么文件来证明就是他们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下来的 可是啊要看一个啊 一个啊 一个架子 啊steel flame 什么铁架子 对就要看就是你这个架子是怎么样放的 啊而且如果不知道是Home Depot错还是这个架子 就是那个manufacture啊就做这个架子的那个公司 是他们错了是他们有什么责任啊这个我们 都是要来看我们要研究的这个不像车祸 因为车祸一半来说警察的报告就就可以了 你这种情况当中我们需要很多资料来过 然后复习了以后然后再看Home Depot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 如果他们是有责任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就是来赔 你的那个losses 这个losses呢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 所送起诉的这一部分是一模一样的 呃呃事故福利就是这一部分 excellent benefits只是关于车祸 可是其他这一部分就是那个 呃起诉那个losses这一部分 呃呃在呃能生呃伤害的案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跟这个车祸是一样的过程啊那就是我们要看你的那个 受伤的程度然后呢如果你需要有医疗费 如果你自己要付医疗费这个要赔的 然后呢如果你不能去上班了那你省数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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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ome loss呃呃那个收入我们也要来来那个索赔的啊跟就是跟 Home Depot的保险公司来这样索赔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需要看那个证据吧就是我们需要从医生嘛从医院看你这个受伤的程度是有多少啊我们也会看你的就是啊你的公司的文件跟你的收入啊收入的收入的收入的证据 然后呢来判断你这个金额应该可以有多少 对那个谢谢张律师的解答 那么呃呃这个问题呢我在在简短的总结一下就是呃首先就是你任何索赔就侵权的索赔啊人生伤害人生伤害索赔了你要有受伤了 这种受伤呢当然有个是也很多情况是physically有时候呢也可以是mentally对吧有时候是两者相加啊 那么首先你要有受伤当然这个轻伤和重伤啊程度不同呢他索赔这个金额也确实不一样啊责任不一样啊 啊那么啊另外我想相关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律师就是呃我理解像这种铁架子他在Home Depot的话 啊这个啊这个啊就是说他不管是借来的还是租来的放在他的呃呃店里面 那么即使就是说the ownership of the brain or structure is belong to others 那么呢呃你首先你首先要交涉的是不是仍然应该是Home Depot这是第一点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呃我理解就是像Home Depot 像这样他们也会有人身伤害的这个啊insurance liability insurance啊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像这种liability insurance你要是说去索赔 你确实受伤了啊要索赔的话是不是通常保险公司会在这方面会比较大方一些会比较willingly to compensate 啊关于你第一个对我们当然肯定会起诉Home Depot一般来说你这种product liability cases 啊一般来说是中文啊中文啊it's strict liability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样啊对 strict liability strict 对strict啊就是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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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Home Depot的这个Policy是什么 有些这些大的店当中 有时候他们是self-insured 他们都不是外面的第三方保险公司 是自己self-insured的 所以要看的 要看有些他们不想怎么样说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需要考虑 当然如果他们真的觉得他们没有错 他们不会赔的 有时候说不定他们如果 如果他们觉得如果付一个律师费比较贵 他们有时候说不定会赔 可是一般来说 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责任 一般来说法律上面他们是不需要赔的 他们就不会赔 就一直会继续就是Litigate下去 这个要看Home Depot的那个Policy 就是他们看他们的risk assessment on this case 他们也考虑你这个受伤的程度有多大 每个保险公司都是有不同的那个想法考虑这种问题的 好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Medical Malpractice 就是医生的这个失职失责造成的医疗事故 那么越的问题呢 它是说Medical Malpractice 算不算Personal Injury的人身伤害 那么这方面的 为什么这方面的律师很难找 很难找到 如果不找律师的话 是不是个人很难去打赢或者很难去获得这个赔偿 或者很难打赢官司 那么第三个相关的问题是 Medical Malpractice可以和医生的保险公司进行交涉并和解吗 张律师 所以我们的律师事务所 我是不能做就是那个Paintiff 那个就是专门起诉这一方面的那个Medical Malpractice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部门是专门代表医生的 所以我们有那个就是有Conflict 所以在我们的部门当中 我们从来不受这种案子的 可是我是知道有些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做这种案子的 这是算Personal Injury的 这个也是算就是那个能生伤害的 一般来说能生伤害的律师 如果他们做Medical Malpractice 会跟其他就是车祸了 就像Home Depot这种Cases呢 和那个就是General Personal Injury Cases的一块做的 这样的呢 所以我们可能是在这里 我不认为重要的提及 有关关系我能够带到这种案子 在那儿的有关系 因为我认为了 因为我认为了 如果我们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关系 能够购乱有关系 需要提及的 对我认为 是的 是的 你知道 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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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的关系 It just doesn't happen to be the three of us. Yeah, and it's a very specialized area. It's a different ballgame. Yeah, so Hutchinson, 我这样吧, 我不知道是谁问的问题, 我可以给你一些律师事务所 他们是专门做那个 medical malpractice的, 是不是很多的, 是真的不是很多的, 做这种方面的法律, 而且一般来说就是, 但是, it's a bigger investment, generally speaking. Okay. Wait, excuse me. 我的这个,我能不能打扰一下, 因为我这个音音麦克风刚刚被打开, 我就是刚才提问题, 就是Home Depot那个事情, 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想请问给张律师我问一下, 这个事情是上个星期三刚发生的, 是我在他那买东西的时候, 他这个铁架子不是steal frame, 就是我们后院, 就是种菜的, 他们专门做的那种, 种菜用的铁架子, 他当时呢就是挺重的一个东西, 放在一个很轻的框子里, 这个框子还放在一个台阶上, 我就弯下,低下头看他那个商标的时候, 他整个就倒下来了, 倒下来可能先砸到我头上, 然后我就往后退了一下, 马上就拿胳膊上去扶住他那个铁架子, 当时就把我胳膊上的一大线皮都擦掉了, 然后因为他是有camera的, Home Depot他应该用camera everywhere, 而且当时我就把他的manager叫过来了, 所以他的manager是有record的, 但是他那个manager的表现, 我说你给我一个那个创客切, 给我胳膊上切一下, 他都没有给我, 他一直在看他呢, 倒在地上那个切东西, 或者说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 他说我们明天会有人找你, 然后我等到第二天中午, 他都没有人找我的时候, 我儿子直接就report他的hand office, 然后他的hand office的下午, 他们就给我打电话, 我说是这个事情, 我现在正在这个walking clinic看病呢,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确实在walking clinic看病, 然后呢, 他们在当天晚上, 他的insurance company就给我发了一封email, 这个email内容很多, 我也没仔细没看太明白, 然后我儿子看了, 我儿子说我不需要做什么, 他们只说他们会在40到48个小时, 48个小时到72个小时之内联系我,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他们还没有联系我, 我在这期间呢, 是看过walking clinic, 也看过emergency的, 而且张女士, 对不起, 我打断你啊, 你这个,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 跟律师的一个direct consultation, 这不是不能够, 就是我们不能再用太多时间, 这个讲座, 那可以啊, 讨论你的一个具体案子, 那么你的情况大概, 刚刚张律师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还是需要, 接下来呢, 就是说他的保险公司, Home Depot保险公司已经介入了, 那么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 那么你可以请律师, 包括可以再去向张律师啊, 去做一个咨询,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向获得满意的索赔, 好吧,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也喜欢, 是Lia, 是Lia对吗? 是Lia说的是吗? 我就说, 我可以就是, 这个presentation完成了以后, 就跟你跟你谈一下, 因为我也怕有些这些, 这些信息也是比较confidential, 所以我也不要你说了太多, 是, 好好好好, 好, 而且, 而且一般来说, 就是冷身受伤的律师, 都是给30分钟的免费咨询的, 所以, OK, OK, 我不会来, 好的, 那我下次联系你吧, 好吧, 谢谢, 对, 你私下, 下来, 会后再跟张律师联系, OK, 谢谢, 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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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呢, 就是他说事故, 伤害, 赔偿, 诉讼, 会花好几年时间, 就是很长, 过程很长, 如果在这个process 过程中, 呃, 当事人搬离原住地, 去外审或者是外国, 那么诉讼会受到什么样, 什么样的影响? 啊, 我不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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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很难说的, 这, 要看你, 这个案子, 是关于什么 一般来说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 我就在想 以前几个案子 我们有些客户 是到其他国家去 有什么问题 有时候比如说 就是你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 需要有那个康复 或者需要去看医生 有时候 他们那儿的医疗 那个system 跟加拿大不一样 那赔偿的过程就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 我现在有个客户是在美国 他在福尔达 那他们就没有OHIP 对吗 那因为他们没有OHIP 那他赔的那个医疗费 那就很多 因为他 没有其他钱可以拿 如果你到中国 那比如说你到中国 那中国的那个医疗 那个system就不一样 那他们赔的时候就看你在中国 如果你要准备打算在中国 要待几年或者长期待 那他们要看你在中国 需要的那个康复需要多少 那在中国的这个那个医疗 那个system就不一样了 这个有effect的 其他也没有 我现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大的 大的effect 好的 谢谢张律师 那么有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的答问的时间呢 也有快半个小时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提的都很好 那么几位律师也做了很 很专业的解答 那么我们今天讲座了 就到此就快到尾声了 那么再次谢谢几位律师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话筒交回给那个 那个彭尔业 由这个业理事长 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谢谢理事主持今天晚上的讲座 非常感谢 范律师 张律师 孙律师 今天晚上一个讲座里面 有四个律师 我覺得還是非常 非常榮幸 我在多倫多參加很多獎座 第一次一個一個晚上有 在CCA的獎座裡面一次有四個律師的 非常感謝大家能夠參加CCA的獎座 我們 實際上在很多方面就是說 看看大家的需要 我們會舉辦各種獎座的 線上或者線下的 剛剛陳文會長也簡單介紹了一下CCA 其實也是一個校友會的那個 聯合校友會的一套平臺 是服務校友 不僅是服務我們從大陸過來的 也服務在本地長大的各個校友的二代 就是非常感謝今天能夠看到 三位律師能夠 雖然中文不是你們的強項 但是你們還是堅持用中文講 我覺得非常感謝 我覺得你們的中文應該是比我英文要好一點 我覺得聽上去還是挺流暢的 我覺得能夠感受到 也能夠感受到你們對華人社區的一套 能夠堅持用中文講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又是你們在這裏找到的 然後CCA也是一路既往我們會 各個校友會的各個校友的需要 然後我們是想要搭一個平臺 然後在這個平臺上面我們來服務華人社區 也希望在華人社區裏面 把很多的事情能夠做好 能夠服務華人社區服務校友 我們會一路既往做很多活動 然後你們如果對這些有什麼建議 也歡迎大家來提出來 我們以後還會有不同的講座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葉理事長的這個總結性發言 那麼剛才還有人問PH問是可以有律師的聯繫方式嗎 我記得剛剛PPT裡面已經有了 可以再次放一下 那個聯繫方式 你們看看就是再給他們放一下 放一下那個聯繫方式 由他們拍一個snapshot screenshot 剛剛好像孫律師的那個 孫律師或者張律師 我可以放在那個chat裡邊 放在也可以 放在chat裡邊 我們馬上就結束了 你最好就是給他能夠 你可以把那個屏幕share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錄屏了 到時候我們把它放到YouTube上 我們其他會員看到你們的聯繫方式也會聯繫 行 也行 那那個聯繫方式 其實這個PH你可以上Learners L-E-R-N-E-R-S Learners這個網站 去看得到 有張律師、孫律師和范律師他們的介紹 都可以通過登陸網站跟他們聯繫上 好吧 那麼今天的講座到此就原本結束了 謝謝各位的參會者 也謝謝CCA 謝謝三位律師 好啦我們祝大家週末愉快 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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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lem